1945年,二战结束,日本彻底战败 大量丧心病狂的军国主义分子不愿接受事实 敢在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前自尽玉碎 可有个军团是日寇中的异类 别的日军因为连年苦战又黑又瘦 这支部队士兵各个油光满面精神焕发 有军因战败集体自杀 他们听到投降消息欢呼雀跃 他们之所以如此兴奋 是因为终于可以回国做生意了 日本正式投降还没过几天 这支军团就火速从东南亚跑回了日本 才刚下轮船 这群人就迫不及待地涌入美军基地 跟兵营里的美国大兵推销自制的战争纪念品 美国老出手阔绰 他们发了一笔财 高高兴兴地回了老家 这支部队就是日军第四军团 他们的老家是日本大阪府 因此又称大阪军团 它是日本军事史学者口中的日军最大窝囊费 却是美军眼里传递和平的兵团 它的奇葩事收集起来 能编成一本书 大阪军团有三宝 经商 摸鱼 跑路走 军中舰们个个把贪生怕死刻进DNA 一做买卖就兴奋 一上战场就摆烂 他们曾缔造过因害怕正面迎敌放跑40万国军的传奇 因反内卷秦躺平成为了最受欢迎的对手 日军中的意大利人 可这个貌似来搞笑的军团 竟然还是日军老牌甲级师团 装备精良实力强劲 大阪军团究竟整过多少烂火 才会被日本国内群潮 直面实力不俗的他 为何几次三番掉链子 被日军高层嫌弃的他 又将迎来怎样的命运 想要解答这一系列疑问 我们得从大阪军团的建立开始说起 1888年5月14日 日本中央军部整合了大阪震台的军事力量 编列形成日军第40团 大阪军团正式建立 一个师团体量的部队 竟然能够领到正规军团番号 大阪军团在日军内部的历史之久 自立之身由此可见一斑 按照日本文化论资排辈的传统 大阪军团身为军中老人 新秀前辈 理应受到友军礼遇 可事实却恰恰相反 日军基层关于大阪军团的段子层出不穷 日俄战争期间 日军流行一句顺口溜 第八连队又败北 接下来是第九连 其中的第八 第九连队 都是大阪军团的下属部队 别的部队看到俄军奋勇冲锋 大阪士兵看到金发碧眼的敌人 恨不得当场逃命 能不上就别去上 能狗就别硬碰硬 是大阪军团从上到下的集体信条 这样一群老兵游子 自然和奋斗 辟友军格格不入 不被待见在正常不过 而要说到为何大阪军团如此特立独行 原因大概在两方面 其一便是大阪府的风俗民情 身为日本中部的商业枢纽 大阪地区经济发达 百姓家境富裕 生活悠闲 民智自然相对开化 正所谓放着好日子 不过 谁要上战场搏命 至维新开始 对战争的热情一直非常低 时刻将保住性命放在守卫 其二便是大阪军团的兵源构成 由于大阪府商业发达 所以该地征召上来的士兵 几乎都是商贩或房产主 这样一群人上战场 自然满脑子精打细算 当时大阪军团有句口号 不占便宜 就算吃亏 知道的明白这是日军口号 不知道的还以为 哪来的奸商在搞团建 大阪人说到做到 他们真的从没在战场上吃过亏 那亏被谁吃了 答案是有军 拜大阪军团长年脚底抹油开流所赐 跟他打配合的部队 没有不被坑的 其他日军部队的对史是不犯罪史 大阪军团的对史是本笑话大权 1939年 苏日诺门侃战役打响 日军中央命令仙台军团和大阪军团前往增援 仙台军团接到中央军令后 火速开拔星夜监城 四天到达目的地 当场进入战斗状态 可另一边的大阪军团早闻诸可夫大名 未战先切满脑子想着拖 中央军令下答后 大阪军团过半士兵一夜之间集体生病 这个饭头疯 那个大腿痛 指挥官亲自跑到义务室碾人赶路都不管用 仙台军团四天走完的路 大阪军团硬是磨磨蹭蹭走了七天 仙台军团被他们坑惨了 只能独立硬刚苏军大部队 一场仗下来死伤惨重 结果走到半路的大阪军团听说有军大败 第一反应竟然是战役马上要结束了 大阪军团的士兵们立刻头也不晕了 腿也不疼了 浑身上下都有劲了 全军行进速度跟做了火箭一样大提升 连真在生病的伤员都在坚持急行 生医人的估算确实很准 等到他们赶到战场 战役刚好结束 掐点上阵的大阪军团明明什么都没干 却成了达成超低伤亡奇迹的神军 日本各大报社纷纷吹嘘他们的低战损 甚至戴上了无敌皇军第四师团的高帽子 大阪军团一时间名声大噪成了齐勇的代名词 最终还是日本关东军宣传部实在脸红 勒令报社将无敌改为无伤 以此嘲讽大阪军团的贪生怕死 懦弱无能 这起乌龙事件很快成为了国际笑话 让苏军上下乐掉大牙 可大阪军团的传奇仍在继续 国军也见识到了他们的松散懈怠 1938年徐州会战 大阪军团的一个支队和李宗仁率领的国军狭路相逢 彼时李宗仁锁部刚刚从日军包围圈中死里逃生 全军上下毫无战斗力可言 猛一遇到人员充足 装备精良的日寇部队 第一反应是藏匿在山区老林 可国军在林地等了又等 就是不见对面敌军继续前进 李宗仁战战兢兢的派侦察小队刺探敌情 得到的答案竟是日军在野炊 军情紧急 李宗仁只能硬着头皮 光天化日之下率大部队撤离 国军做好了被大阪军团支队拦截的准备 谁知一路竟然平安无事 也许是野味太好吃 也许是实在懒得动 大阪士兵眼睁睁看着国军从自己眼皮子底下溜走 一个试图阻击的都没有 就这样 李宗仁部奇迹般的成功撤离了 国军事后再惊喜之余 也记住了大阪军团的懒散 并评价他们为最受欢迎的对手 一边欢喜一边愁 大阪军团的拉胯表现把日军总部气个半死 极电问责支队指挥官得到的答复却是我军没有收到拦截命令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没挨打就当敌人看不见 大阪人算是掌握了求生妙计 1939年长沙会战 大阪军团没开二度又开始了惊艳表演 这次他们整了个大活 直接放弃了何为40万国军的作战计划 本来战场态势对日方十分有利 大阪军团借着友军东风也立下了不少战功 结果在听从中央指示战略撤退的时候 一切都乱了套 中央的军令是有序撤离 四级反攻 大阪士兵直接简单粗暴地理解成急速跑路 以溃逃的速度一路撤回大阪营 打配合的日军三 六级四十师团傻了眼 大阪军团跑得太快 把他们孤零零地撇下了 中央后续下达的何为国军计划 由于找不到大阪部队人影 根本无法实施 第三次会战期间 这三支倒霉师团由于失去大阪部队侧翼掩护 被国军打了个落花流水 布了先台军团的后尘 得知此事的大阪军团毫无对友军的同情和愧疚 反而暗自庆幸自己跑路及时 如若不然 被国军暴揍的就会是大阪兵了 但若因此说大阪兵只会保自己坑友军 也实在有失偏颇 他们在和其他部队合作的时候 经常积极传播先进的保命思想 日本各军团都有自己独特的致词 用来同友军道别 其他的军团致词都十分武德充沛 比如武运长久 以此提振彼此时起 只有大阪军团与众不同 同友军告别时会其声高呼 欲申大窃 意思就是一定要好好保重身体 这是最重要的事 甚至大阪军团的伤兵进了医院 都会苦口婆心劝说并有保命第一 要是遇到急着回归战场的伤员 他们还会询问对方为什么如此拼命 这种德行的部队 日军中央自然不敢再派去打大仗 啃硬骨头了 大阪军团因此在二战后期 经常负责打扫后方战场 后来又被赶到太平洋战场位于 万万没想到 大阪军团竟然在东南亚支棱了一把 美军的装备物资让大阪军十分眼馋 生意人的逐利心理 使他们暂时忘记了保命 竟然一股作气大败美军 打了胜仗的大阪军团 此后一直在菲律宾和泰国境内休整 他们一边肥吃海喝 一边倒卖缴获军火大发战争才 很快变富的流油 时间转眼到了1945年 大阪军已经把武器卖完了 钱也赚足了 开始想家了 就在这时 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了 大阪军团听到日军战败的消息后 压根没有殉国念头 反而迫不及待的收拾行李准备回家 他们还在美军大营前兜售战争纪念品 赚了最后一笔 以上这些大阪军团的奇葩事 全部出自日本历史专家关幸福的 日军第一窝囊废师团 一书 可不是中国人为了自我安慰精神胜利编出来的 关幸福在强烈鄙视大阪军团 懦弱无能的同时 也深刻分析了背后原因 大阪人大阪兵之所以厌战必战 其实跟日本社会结构息息相关 古代日本以农耕经济立国 底层农户依附于土地所有者大明 大明效忠于日本天皇 这套等级规则保证了社会的平稳运行 可大阪自古便是日本中部的商业重镇 商人对大明的人身依附性天然低于农民 当中央政策对经商有利时 他们便跟随 当说服过重时 他们又会设法反抗 因此大阪人会服从上级命令 但有着灵活的服从标准 当他们觉得牺牲无意义时 便会极力逃避 当他们能看到好处时 便会奋力拼搏 这种地域特质 在战场上表现更加明显 大阪军团建打苏联 打国军没有好处 便耍滑头钻空子 建打美军有油水 便使出浑身解数打击敌人 大阪军团这种油滑作风 虽然很不受友军和日本国人待见 却保住了基层士兵的性命 和第四军团的完整建制 参与二战的日本陆军常备师团 一共有17个 除了大阪军团几乎全部玉碎 十来个师团呈建制被消灭 连部队番号都无法保留 尤其是南京大屠杀主谋十六师团 全团一万三千余人 二战后幸存的不到800人 阵亡率高达94% 实属天道好轮回恶人现实报 即使是勉强保住建制的部队 比如十四师团 也不过徒有其名 有生力量几乎被歼灭殆尽 即使后续有新兵源填充 实力也今非昔比 大阪军团却成为了陆军的奇迹 作为一支和苏军 国军 美军全部交过手的老牌日军部队 他竟然在二战结束后依然建制完整 而且几乎没有战损 时至今日 日本陆军依然有大阪军团的番号 因为他对敌人伤害很少 美国军事专家称其为日军中的和平使者 一马归一马 虽然大阪军团多以喜剧人的形象出现在战场 但他没有任何资格充当和平使者 即使程度轻微 大阪军团也是日本法西斯的帮凶 我们在看大阪军团乐字的同时 也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罪恶不应该被搞笑掩盖 无能的大阪军团也是战争的罪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